灯火熄灭了 爱也折磨了 记忆还温热 也退了颜色 回家吧 孤独 孤独还等待着安抚 拖下那一层一层的幸福 吹开心中的雨 40岁的艾成14日才在个人脸书直播唱歌 让粉丝大饱而服 没想到三天后 就在卢州捷运贡购大楼坠楼身亡 获报后警方与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 警方了解后表示 死者昨晚心情不好到该地7楼找老婆王童 由于王童17日上午要至宜蘭工作 因此请两位朋友到场陪伴 然而仍不幸发生憾事 艾成出生马来西亚 本名蔡艾成 爱唱歌的她 14岁就参加唱歌比赛 曾拿下全马公开赛冠军 全马明日之星总冠军等 但真正进入台湾观众视野 是在超级偶像第一季担任体观者 优秀的表现让她备受注目 转战成为第二季参赛者 并顺利拿下冠军 并顺利拿下冠军 加码副业开启马来西亚餐厅 今年受到疫情重创 却从五间店变成一间 扛债近500万 然而对于外界而言 焦点永远是在她与王童身上 认识十年 然后交往 在一起九年 在一起九年 而且我们当初是一个 新兵进行曲的节目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代班的角色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后台 就看到我觉得这个女生 在台上很活泼 但是她在台下 我那天刚好带了一个木吉他 我就走她面前唱一首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给她听 从那时候开始 爱情与王童一路陪伴 还组成北七乐团 齐评音乐梦 然而看似稳定的感情 却在2019年 爆出王童和已婚男星 马俊玲过从甚密的风波 你老公管好 叫不要出来外面她害女人 OK OK 你管好你的女人 去害女人家家庭 OK 我就管好 她没有哀 她没有呼唤你家庭 没有没有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没有把演员的本分做好 没有把戏里跟戏外的界线 画清楚 跟她面对面的诉说 我的心情 对于我阿姨 有一些情绪上的 言辞 非常的抱歉 这绝对不是 我的本意 当时王童被马俊玲太太 以侵害配偶权告上法院 最后庭外和解 而艾成 则大气的选择原谅 并在2020年7月 与王童邓记结婚 但她俩的婚姻生活 却并非外界所想的和谐 感觉我是跟一个机器人结婚 每天早上7点起床 9点吃早餐 11点半订Uber Eats 11点5时下去拿Uber Eats的餐 然后1点2点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或是看看我要做什么处理什么事情 然后她5 6点又吃完晚餐 机器人 她每天8点半就睡觉了 她很愿意做 但是她从来不跟你聊 她完全不关心你的心情 最近怎么样 然后我就觉得 嗯 那 那这样你跟我结婚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王童在结婚一周年之际 哽咽道出自己的委屈 但更让她担心的是艾成的心理状态 人怎么可以把自己过得像机器人一样 我们总要放松啊 你那个相机机每天这样拉紧 一定是会断掉的啊 而面对老婆的控诉与担心 艾成是这样说 你说机器人的生活 我的确是 其实刚开始当然不是 那因为在这20年当中 就是在艺能界闯荡 然后怎么闯都闯不出名堂 然后也犹豫症 也遭遇症 也鬼父 也死里复活 其实到最后我觉得 我渐渐渐渐让自己过上一种 只要我不伤害人 只要我让自己活着 那就好了 所以我把照顾自己的时间 变成很多 虽然我很爱王童 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孤单 很痛苦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相信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做改变的 从艾成的言谈中 可以知道她对未来仍有信心 8月初接受媒体访问时还说到 若杭这20年来没有好好照顾父母 9月想带王童回去见见他们 并在当地不办婚宴 也想要一个小孩 只是如今天人永隔 这些规划都已经来不及实现了 我可不得了 这些人的换柠子 也想要一个小孩 带王童 你也想要一个小孩 你还是要一个小孩 你还是要一个小孩 我一定会做的 我希望你会想到 我可以带王童 你会想到